說到紅館的場景非常爆 今年由年頭忙到年尾 在年尾的時候 東亞方面幫鄭秀文維持了場景 希望他可以舉辦跨年假演唱會 不過到現在Semi還未落實 亦沒有答應東亞會幫他們舉行演唱會 原因是什麼 就是有知情人士說 原來鄭秀文和許智安 打算在今年10月在英國結婚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一起娛樂 說到英國 今年都有大事要發生 就是要舉行四年一度的奧運會 奧運會將會在七月中正式舉行 其實香港方面都有一些票大家可以買 開幕禮和閉幕禮的票 已經差不多炒到二萬多元一張 其實香港有很多明星 都希望可以去到英國 那裡就親眼可以目睹奧運這個城市 而且還可以去到當地那裡度假 大家都知道奧運會是什麼運動都會在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足球 好多足球的愛好者 好像許智安一樣 亦都撲緊飛希望可以去到英國那裡 看這個奧運會 特別可以看這個足球的比賽 他真的要去的話就大概七月中去到八月左右 今次許智安就已經跟他的唱片公司請了假了 他的工作會去到七月底左右 應該說得像去到英國那裡看奧運的 安仔去到英國 當然要想遇上他的女朋友 阿鄭新雲 Sami方面的工作也都排到八月中左右 由於七月開始 他就要和華仔拍一套電影 應該八月中就可以開始放假了 Sami一拿了三個月假期 由於他可以陪安仔在英國看奧運之園 原來他們之間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梅艷芳的前經理人Mary-Anne 亦都會在英國舉行婚禮 由於Mary-Anne真的認識很多圈內的朋友 好像周麗琪、曾慧敏等等 所以有很多個明星都會在八月底、九月頭 去到英國去觀禮 然後他們兩個就打算在十月在英國的一個小鎮裏面 找一個教堂去行禮 其實這件事只會有少數人知道 由於Sami和安仔都覺得自己經常做show 所以結婚的時候希望可以低調一些 所以只是請了雙親 再加上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才會十月去到英國觀禮 其實前幾個月 Sami亦都親自去了歐洲旅行 其實今次去旅行 是特別去到英國的郊外 去找一下一些教堂 其實這件事是圈中極少人知道的 那麼快被人知道 其實他們都打了一些突 因為他們希望十月結婚之後 所有事情搞完了 才回來公佈這個喜訊 現在開始有人知道 他們都擔心有狗仔隊 他們就去到英國看著他們結婚 或者偷拍他們 所以他們都有點擔心 不過記者翻查紀錄 的確Sami由七月開始 就一請請了三個月 而許志安也是一樣的 如果他真的看奧運的話 又不用請那麼久 就算去看婚禮 亦都不需要那麼久 所以他們的確是想在英國那裏 逗留三個月那麼久 所以大家都有理由相信 他們的確打算在那裏行禮 跟著這個動物月 究竟他們倆是否真的會在十月結婚呢 當然他們倆暫時都不會回應 不過說到奧運 英國真的有很多人 除了明星之外 也有很多記者去到當地那裏 就一定會採訪又或者拍攝的 到時見到Sami和安仔 他們都不是說不怕 就算說低調地結婚 分分鐘都會被人認出 說那麼久 是時候白鑽公投 今天白鑽公投的題目 想問一下你 你又信不信Sami和安仔 會在今年十月結婚呢 可以把你的意見 去到白鑽娛樂網站 Kick up討論區 把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聽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